如何教小朋友一个健康生活态度 我想应该是第一身体力行很重要 自己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张白纸 很大的程度都是copy你做什么 无论你是说话的态度对人处事 如果他平日日常生活当中 他见到你的习惯都没有这个元素的话 他很自然就应该会知道 其实你在一些适当的时候 可能在街上 你会见到那里有个哥哥 或者有个叔叔吸烟 那叫做顺势教育一下 我觉得他的感受会深一点 其实我觉得深呼吸几下是有缓冲区 其实每一个深呼吸 你都给自己想生气的程度 是慢慢降一级降一级 如果你习惯不到又忍到 是做这个练习的话 我觉得起码你爆发那一刻 杀伤力已经减低很多 那你见到很简弱了 但是其实重点是很简单的心心 你见到一个大一个小的 我会觉得其实要做一个无烟的生活 首先应该是你自己 父母的心态很重要 如何去教育小朋友 那其实一带一世 就是有一个亲子的互相联系 因为他应该都会很大程度 直接受了你的教育 或者是你的身教言行 所影响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那另外呢 其实另一个深的意思 我都会想 譬如为什么都是一带一世 譬如可能有一些 的爸爸妈妈 他们依然都是未戒宴的 但我觉得你的心 是帮助多些小朋友 那小朋友也有个真心去支持 爸爸妈妈去做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有时 小朋友的感染力是可以很强 也是令爸爸妈妈的决心很大 设计风车当然是一个亲子的活动 因为譬如一些小点的洞 我可能帮他剪一下 然后他自己再创作 那如果是黏黏黏的那些 基本上是一件很可以消磨到时间 也很开心的东西 因为其实他们在做手工 你自己也是刚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因为他们很专心地黏一下贴一下 你看着他们 其实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